毛泽东撰文称赞,有名的义勇军领袖杨静宇坚决抗日艰苦奋斗的战绩是人所共知的。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举行扩大的六节六中全会。 会上,高度评价杨静宇和东北抗日联军致电赞与他们为冰天雪地里与敌周旋七年多的不怕困苦艰难奋斗之模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同时,马来自审进家儿曝光封,不得 been diffic k Flat entất与一切乐事。 把 quiere画千叶沙库传唱歌词 ,她可以快速撑沙库传的娱乐事,他可以花千叶下个故传雨。 它驾的一茶火弄,找春夏酒投,你前面站着一位大英雄, 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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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住她的意容 记住她的声音 记住她的眼睛 记住她的英明 你前面 站着一位大英雄 记住她的意容 记住她的声音 记住她的眼睛 记住她的英明 你前面 站着一位大英雄 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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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太好了 将东南满 吉东 北满 联成一体 在战略上 对哈尔滨 长城 沈阳 吉林等中心城市 构成了半圆形的包围圈 这是个重大的战略局策 所以啊 这就要求我们四大游击区 必须各自建立省委 领导军队发动群众 建立巩固的根据地 你这不抽烟不喝酒 还一个人过着苦惺惺的日子 没办法 老婆孩子接不过来 接过来也没法团聚 还跟在老家一样动作戏仓呢 更遭罪 还是光棍 适合打游击 沈阳 秘书长 大家都在等着你呢 快跪了呀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蝶子跑过前进 冒着蝶子跑过前进 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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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报告 冬秘书长 你好 你好 小平啊 刚才你准备战神来拍节目 我挫毛了 老婆亲爱的 好 既是军医 又当艺术家 哎 我可不行 真正的艺术家 是我们杨司令人 老杨啊 这是作家萧军同志 最近写的小说 《八月的乡村》 鲁迅先生做了序 这是萧军签的名 属于你的 萧军写的 鲁迅先生写的序 哎呀好啊 这比送过啥 那枪炮子弹 比送那个好吃的好喝的还要好 哈哈哈哈 冯秘书长你看 他一拿了好的书就爱不释手 今天晚上肯定有毒通宵 哎 杨大司令 明天洗牙膏了可别来找我 小飘啊 我记得是你主动要求到老杨的部队当兵的 而且来了之后 在工作上和老杨配合的有十分默契 怎么样 还能给老杨的看法 我觉得他有魄力 有智慧 有爱心 很有指挥才能 是一个非常非常少见的 很难得的一个真正的大男人 就是平时太少见到他的笑脸了 你要干什么 要枪毙我是不是 不 我是帝国的军人 我请求自裁 大左阁下 本庄司令让我转告您 让您马上参加三省联合军事剿匪会议 代罪立功 是 请 将军 收定了 一言难尽 我承认 这次讨伐杨精语的战斗中失利 但是 不能把责任全部推到我一个人身上 有两次我啊 是邵本良放走了敌人 不但不追究他的责任 反而还给他提升为上轿力章 还要让他去访问日本 接受天皇陛下授予的勋章 将军 你说这是不是太无尽情理了 不要太激动了 这是大北营的质疑 为了进一步推行大东亚公共和日满和谐的 淮柔的政策 所以才把小美良这套老狗推到险阁的位置上 这都是权益之计 我希望你能明白大北营的意图 马上就要召开三城联合的交匪军事会议 这次本庄司令官是下了决心的 同志们 今省委批准 抗联的一军和二军 合并为第一陆军 总司令 杨静瑜 副总司令 王德泰 参谋长 李中光 政委 魏正明 一军领导 一二三师 二军领导 四五六师 第一市市长兼政委 曹国安 参谋长 李敏煥 第二师市长兼政委 曹国安 参谋长 李西敏 第三师市长 王仁斋 政委 周建华 参谋长 杨俊恒 第四师市长 安凤学 政委 周树东 参谋长 朴德泰 第五师市长 史忠恒 由陈汉章代理 政委 王润成 参谋长 陈汉章 第六师市政委 曹亚范 杨光同志来了没有 是 杨光同志 你调第二路军 接替旅学中的职务 担任军政治部主任 是 同志们 根据中央 八一宣言的精神 以及当前这种严峻的抗战形式 每个师 都要扩大一倍到两倍 我还是那句老话 打鬼子 打鬼子 还是打鬼子 快死 主山的背后就是纳尔宫 是杨靖武的营地 地形险要一手不一工 他们还可以左右逢源 得到当地百姓们的人力物力上的支援 要精心设计好 此次好发大案 要以石碑与抗北的兵力 一举坚冽之 这次少旅长与满洲帝国大臣 一同去日本国内访问 他们将接受天皇陛下的接见 这至高无上的荣誉 属于你们治安军 你们一定要珍惜 在这次讨伐中劍力攻勤 大左阁下放心 我们全体治安军官兵 绝不会辜负天皇陛下的后王 三个月内全歼抗北 当时医师的师长先证为 清晰皇上干嘛 好什么好 我们两个是台湿地区共产党抗日的创始人和奠基人 他杨敬宇有什么权力撤了我们的铁 他凭什么撤我们的 按理说我们两个现在应该是军职 算了吧 认倒霉吧 难道让我们像杨敬宇那样 去团结那些个国民党的旧军队 团结那些个嘴里喊着抗日口号的军阀土匪胡子 别这样 杨敬宇同志 方秘书长 方秘书长 什么时候回哈尔滨呢 明天到你们二军看出卫长明同志就回去 清光 听说你当了二军的正宗夫人了 这都是组织上的培养 其实我的政策水平工作能力都很差 而且还犯过错误 九一八事变的突然爆发 搞得我们措手不及 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 出点差错是可以理解的 只要我们认真总结工作经验 在今后的工作中加以克服还是好同志 方秘书长 杨敬宇同志 你们再忙 我也希望你们给我留一点时间 我来跟你们谈一谈 咱们的战士杂的 给我把老百姓的包米地给踩了 我得去处理一下 报告杨司令 报名参加抗联的全体弟兄 全部到齐 请您节约 全体立场 好极了 你们都是好小伙子 我代表东北抗联第一军的全体官兵 欢迎大家 杨司令 这是附近几个柳子摔的弟兄们 他们也要参加抗联 弟兄们 咱们跟着杨司令 打鬼子 打鬼子 只要是真心实意打鬼子 都是我们的朋友 我们抗联 都欢迎 过几天 我请理参谋长和孟主任 去你们那里协商 各位弟兄们 关东军 刚刚在凤天 召开了三省联合讨伐抗联的会议 小鬼子 会投入更多的兵力 进山讨伐 这场战争 会越打越大 越打越残酷 现在我们东北抗联 已增加到六股军 需要更多像你们这样的年轻人 当兵 打鬼子 少司令 欢迎你在叶尔维 谢谢 少司令 这次作为 满洲帝国 武官赔官团成人 到日本去 参观了军事演习 受到了天皇陛下的接近 而且受惹了新章 收获一定不小吧 是啊 这把亲眼看到了 帝国三军的军事演习 真是大开眼界 真是长见识 有事 小伙 你在哈尔滨住什么地方 跟外人说过吗 没有 没有 绝对没有 杨思凌 要说这泄露的事 可能就是我干的 可是我翻唱道路的想 我也想不起来了 我啥时候跟啥人说过这个 真的想不起来 这事咱时就这么过去了 杨 来 您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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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 我该这么办 小虎要继续上学 还要保证他的安全 正好孟主任 要到苏联去留学和工作 我们正去给小虎 创造一个到苏联学习的机会 您看怎样 听你的 小虎 愿意跟我去苏联学习吗 好 我愿意 谢谢杨思凌 在家叫大哥 别叫四连 谢谢杨大哥 再说一遍 再说一遍 是 是 是 叶枝子 你长得可好看了 脸可嫩可嫩的 可白了 感觉好像挤出水来似的 就是个美人坯子 我要是个男人 肯定请你娘媳妇 肯定的 上下说 我们来就是嘛 你也长得很帅 有点像小说里的侠客 侠客 你和朴山玉一文一武的好搭档 游记子 你来咱们看年以后 生活习惯都改变了 尤其是吃东西 真是太难为你了 我可以慢慢适应 我和我的同胞 在战争之前就已经来到中国了 我们已经非常习惯 中国的生活方式和习惯 就是我们这儿吧 什么环境太艰苦了 怕你受不了 没有关系 日本人不怕吃苦 我们经常到很艰苦的环境 去锻炼自己 比方说冬涌 洗冷水澡 还有滑雪 滑冰 吃饭了 吃饭了 屋里打菜 外边打饭 来 来 你敢把这些放过去 为什么我总是吃大米饭 你们吃高粱米饭 这是杨司令关照的 照顾你是日本人 谢谢 谢谢 谢谢杨司令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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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4 4 5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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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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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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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9 10 11 12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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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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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0 12 14 19 11 12 14 14 16 15 15 队长 我说两句啊 你们现在是抗连了知道吧 要站有站样坐有坐样 这刚才队列的时候 这有人还顺拐呢知道吧 这能行吗 这怎么打鬼子 现在请杨次令给大家说几句 大家别着急 刚刚入伍当兵都要从队列训练开始 你们很快就能掌握 我知道你们这些从山里来的同志 枪法都非常好 不管是爬山穿老林子 那各个都是好样的 都是山里通活地图 以后把你们分配到各个连队去 同志们 敌人的大尾角快开始了 我们的战场 要转移到深山老林 临海血缘中去 该是你们大先伸手的时候了 好 去操练 来 走 走 一伙 你还去等着 你都不行啊 你咋样去 不要笑 不要笑 专门 上次开会有件事忘了告诉你 什么事 准备把山林队 义勇军 绿缸的队 组成一支游巨队 隶属你们一时来领导 你为什么把他们发挥到我们师里 各个师 军直属部队都有分工 堪日统一战线 当然要由我们共产党来领导 他们都是些农民 准确的说他们都是流氓无产 阶级觉悟很低 而且满脑子的封建 迷信的思想 不信我 我不愿意去领导这些杂牌冰 所以更需要我们加强对他们的教育和管理 杨森林 我记得我们谈话的时候 我跟你强调 列宁 他曾经说过 关于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一直在指导的我们 我想我们就是应该 如何把革命导师的理论和当前这场抗日战争的实践相结合起来 不然我们肯定犯错误 咱们中国有自己的特点 如果不从实际出发 可能就会犯古人的错误 犯古人的错误 你说三国中的马俗为什么会失守接庭 因为他不是具体分析接庭的攻守形式 敌我情况作出窃合实际的战斗部署 而是不动脑筋的背诵古兵法攻势 兵法云 平高赤下诗如破竹 孙子云 致指死地而后生 他照书本上的攻势画条 做出了违反实际情况的错误决定 结果接庭失守 破坏了全局的战略部署 我们要听听日本的声 您给我们讲讲吧 出去出去 怎么走了 我说你今儿个这是怎么了 我天天烧向拜佛保佑你 可你呢 越长越大成 这回这天皇又接见你了 那杨敬宇能饶了你吗 你得给自己留条后路 别什么都跟日本人说 你今天怎么竟说些不着调的话呢 什么叫不着调啊 我回娘娘的时候 让杨敬宇的人把我劫了 杨敬宇把你劫了 那把你怎么的了 靠打你没有 不光没打 身上最值钱的东西啊 人家什么都没要 就把我放过来了 把你放了 那他知道你是我太太吗 那知道啊 他都说了啥 他让我好好劝劝你 别再给日本人卖命了 说那小日本啊 马上就要垮台 你得为自己留条后路 就这么说的 这是杨敬宇叫你当说客来了 你懂吗 我这不是为你好啊 为我好 天皇都接见了我 日本人对咱们不保 咱们也得讲点义气 干丑个样 让天皇知道 我少本梁 也不是白纸犯的 老魏 老魏啊 哎 咱们要整两叉去了 老杨你怎么知道我来了 我都还没接你 你到这儿来了 老杨有驾到有试远营啊 慢点慢点慢点 你是腿啊 我都听说了 没事 好了 怎么样腿 好了好了好了 你怎么知道 你都进入我的房区了 我的哨兵能够发现了 来 好 坐 在哈尔滨搞地下工作 咱们俩就在一块 后来我两次调动 又把工作移交给你 到外区区委书记移交给你了 哈尔滨市市委书记 移交给杨艺辰和你 后来咱们俩先会调到南满 我在一军 你在二军 这如今的一二军 又合并为一路军的第一军 咋样 是不是缘分呢 这缘分还真不浅呢 你们说 我跟这老魏有没有缘分 有缘分 回去了 回去了 你的信我都收到了 组织部队西征打得聊西去 不仅可以开辟新的夺级区 同时呢 与党中央去 这个计划我十分疼 这项工作实在是太紧脱了 自从1935年 共产国际第七次贷的大会以来 除了在哈尔滨接到过 王明同志说写的 为独立自由 幸福的新中国人 奋斗的小册子 几乎与党失去了联系 中央的126指示信 817年 都是通过 共产国际 朱莫斯科 中国代表团转来的 太不及时了 我们就像 失去舵手的小舟 长死下去怎么行呢 不能及时得到中央的指示 不仅在工作上损失很大 还会在一般的干部中产生动摇悲观的情绪 这种情绪蔓延下就很危险 包围 咱们对党中央的思念 完全是出于一个共产党人的革命系列 所以一定要尽快的行动 组织部队牺牲 我今天就是为这件事来的 东北抗日队伍 与中央失去了联系 合理会议决定 由一军组织西征 打通与关内的联系 改变抗联孤军作战的局面 两次西征 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但一军一路宣传抗日 激发了沿途群众的抗日斗志 扩大了抗联的影响 中共南满省委和抗联第一路军高级干部会议 总结了反讨伐经验 分析了斗争形势 确立了保存实力 坚持抗战到底的方针 并决定再次准备西征 从其他各式调入一些古贯力量 充实第三式进行西征 你看怎么样 我看可以 把成兵调取 成兵表现怎么样 还行吧 就是理论不能联系世界 还是纸上谈兵的老毛病啊 挺可惜啊 你了解 我想让他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一下 好 成兵算一个 二首长 天都快了 快吃点东西吧 来吧 吃点东西睡觉 看来 这场战争还得旷日赤酒都打下去了 你身边总得有个人照顾我 能不能想办法 把大嫂和孩子接来 这是不可能的 从我离开老家之后 就没给家里写过信 也不敢写信 就是把他们接来了 还跟在老家一样崩夺其仓的 孩子遭罪 我给我女儿还娶了个小娘 叫什么 躲 躲 躲藏的躲 躲藏的躲 自从我在老家参加革命工作之后 孩子跟着他母亲 奶奶 整天就提心到胆 东躲西藏的 我的全家福 也不知道他们现在咋样了 是否还活着 真想他们 我说了 踏踏是睡个好觉 坐 有些话也许我不该说 按照您说的 我理解啊 我们现在这支队伍的民主空气 这是越来越 你说这不成了一言堂呢 杨次令人怎么安排 大家就怎么做 行了 按照您说的白人民干部 我认为 首先应该选择那些 理论和实践都应该 我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呢 好在杨次令 安排你当医师的师长 兼政委 游击队从小到大 经历了千辛万苦 让我当个师长 我当然心里不平衡了 我就不明白 一个早期的革命者 这样来使用 我认为这是很不合适的 陈彬同志 您跟我们这些人 他不能比 您无论在理论水平和斗争经验上 你说这些罪物里的人 谁能跟 就包括他养子 真的 我说这些现在真的没用了 知足吧 你应该了解我 我不是一个知足者常乐的人 他跨过黑龙江这条芥江吗 他品尝过富尔加河的甘甜吗 他踏上过这块革命的土地一步吗 他呼吸过苏联的新鲜的革命空气吗 他融入过那革命的洪流吗 他感受过一个真正的革命者的温暖吗 不 否 没有 杨靖宇他没有 非要去联合什么红杠子队 绿杠子队 最近把那些人又划归到我们师 让我来领导 我都烦透了 陈彬同志 按照您说的 斯大林同志的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理论 我认为 无产阶级革命队伍 一定要非常非常的纯洁 你说你现在这些红杠子 绿杠子 白杠子 这些人搞什么封建迷信色彩 你这个东西 你一定要狠狠地撒撒他们的歪崩 我真的不愿意管他们 我也管不了 他们从来不听我的 都去听什么大法师的 最近他们的人被日本人打伤了 他们正在策划 准备要去报复 一 二 三 四 三 四 五 十阿 一 二 三 四 五 三 四 五 五 十阿 我认真的 别听喔 惭愧 惭愧 别人没做出什么成绩 实在是不敢搭搁 陈先生实在是太客气了 我已经听小泉校长 介绍到你的情况 知道你在大学里是高材生 在我们这里做日语教员 太委屈了 别人无才 只能做个日语教员了 我跟小泉校长商量过了 你要是喜欢的话呢 可以在这里担任副校长 熟悉段工作之后 你还可以到县教育局 我的省教育厅去工作 不知道 陈先生你觉得可以吗 不行啊 我实在是不具备 就不必客气了 回去交代一下工作 马上到校部上班吧 我实在是 陈先生家里还有什么人吗 有妻子 女儿 我和我母亲住在一起 对了 上次你向我介绍过 你的弟弟叫陈 陈彬 他的文化程度不低吗 是个人才 你不是推荐他 他那边的事情 暂时他还离不开 他是做什么工作的 他 他在哈尔滨 一家商号当职员 那是不是太大财小用了 我想可以这样 如果你愿意 把你的弟弟介绍给我 我会有很多 很重要的工作给他 薪水也很好 满洲国刚刚建立 需要各种各样的 很多很多的人才 谢谢 陈社长 山林队 刘杠队 他们不打仗 你怎么不管呢 不是我不管 你没看他们都是一群乌合之众吗 我怎么管 他们不是改变成游戏队 归咱们施管啊 那只是挂了个抗联的名字 实际上他们还是各自为债 以后这种民间武装的事情 我们还是少管 一旦出了差错 我们还要担责任 他们就相信那大法师的 相信自个儿刀枪不入 这打几仗来 非是亏不可 这些个满脑子封建迷信思想的乌合之众 算了 我们还是回师部吧 urm�备 平时 moral ведーム 我 欺费 就是 最后 香港 最后 整好了 我们 再 来多远 不远了 前面就是和平镇 你估计鬼子多少来 不及我 那日本人用机枪和步枪 我们用大刀和战争脑子 他能照顾日本人 谁呀 你们用大刀长毛和鬼子拼命的 是大当家的 还有我们的大马师 他说吃了他的神符和神药 就能刀将不入了 扯淡胡说八道 程市长不是在你们那儿吗 他干啥呢 这我就误道了 报告 进来 程市长 杨四伟人刚从铸链现场回来 看样子真急了 非要追究责任不可 追究责任 好啊 这些个满脑子封建 迷信思想的 无赖 流氓 无产阶级 是他杨静宇 把这些乌合之众 拉进了我们这支革命的队伍 这也是猪八戒 倒打一耙 他要追究责任 好 咱们现在去等他 杨静宇 我知道你要来找我 但是在你跟我说话之前 你先把枪放下 你作为一个指挥官 你眼看着这些鬼子 把他们活活地打死吗 我告诉你 如果你今天不把这件事情跟我说清楚 我就承病你 那些红杠子队绿杠子队 他们都是些乌合之众 有这样的下场也是必然的结果 但是是你杨静宇 把他硬塞到我这来的 也是你今天来指责我的目的 你说什么 你再随便 中国 承病 要不是咱们抗联有纪律 我今天非揍你不合 我告诉你 绿杠都对今天的无畏习承 你要负主要责任 这一责任你是推切不了的 你要对死难的几十个弟兄 负主要责任 你为什么不向我汇报 你不要拿枪来威胁我 那些红杠子队绿杠子队 本身就是流氓无产阶级 满脑子封建迷信的思想 什么事情 他们都听大法师的 你冲骨子里你就烦他们 认为他们不是无产阶级 不是革命依靠的对象 这不是我说的话 你做了敌人想干 而干不成的事情 我问你 日本人为什么知道 今天他们要去偷亲 你留守在家里边 你有没有一点责任 说 你不要信口辞活 参谋长 这个没有证据的事情 不能乱说 参谋长 真的没有证据吗 都不要说了 关头禁闭 把他胡挑蛮全他 二十多个人的生命都烦了 中国 好 你不找俩机灵点的人 死死地叮嘱他 一定要找到成民干坏事的真凭实据 生命远总还没来 要不我让警官叫一下 哎 别别 再等一会儿 他现在还哪有心思吃饭 不是 我给你 对不起 我想多做几个财务 你先行 可费你任何人 不要报告死他都不杀 四雷 对不起小猫 我爸给你送行的事 忘了死死的 军航 今天咱们破个例 小猫要去苏联留学了 把你那瓶高楼烧拿出来 咱们就已久撞行 我想到了 早预备好了 好急啊 四雷 别破例了 我看大家心情都不好 我看算了 又是一场大屠杀 我脑袋都要炸了 小猫 我实话告诉你 我不光为你送行 我今天要不喝点酒 我真 我真过不去 来 来 大家举起杯 咱们祝小猫 前程远大 一路平安 来 来 来 咱们呗 咱们呗 来 咱们呗 一路顺风 好 喝酒了 咱们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谁说你不会笑 你是妖精的样才是妙脚 累积着关东的掌控 找了抗日的相抛 上阵的有你 有我 有他 不管他什么 吹他都不初恋潮 大鬼子 大鬼子 心安里哄命的都不吻掉 爱是大鬼子 不长的时刻 都没人能闹上 感激烈者 干出中国 深着大地相朝 一颗恐怖 感激烈者 干出中国 深着大地相朝 一颗口号 一個口號 誰說你不會想 你是贊盡了全停止了讓 揮舞著散酒的冰雪 釋放了喇叭的眼泡 殘忍的有天有地有泥 管他什麼頭髦微角後世道 大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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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將誰進行的 愛是大 愛是大鬼子 對 一天這裏 是大鬼子 好 愛是大鬼子 大鬼子 是大鬼子 放下你的口号 宣传你不会想 其实你笑的最好 是一生的好 是一生的好